穿这样药又怎么了 都是爹生妈养的 你干嘛啊你 我现在看着像别虎 我怎么了 你怎么你养气啊你 我觉得你心灵特别差 你知道吗 哇是火大的怒了 你就以外表来判断人 你这样欺负人你对啊 谁给你交的 他旁边那个小男生 你就帮着同学欺负同学 你这样对啊 我不帮你们什么关系 你这样旁边说这两话 我就不允许 仿佛班主任现身 我们的演员遇到了克星 女士甚至一口气 问出了六个问题 学道老师有没有 给你交对的 你们学长穿的一本 才是你们自己叫的吗 学长学长品牌室 哪个国家是谁创这个 他的审美交集是什么样的 他们建议这些个设计师 是走的去哪个里面 你应该好 如果真潮的有质量的话 这些都应该知道 我觉得年轻人追潮流 我认为也没有错 但是不能以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这个社会是千奇百态 百花其放 当我们追逐潮流时 追逐的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的潮流不代表 就是明天的潮流 但是人生的发展 就是你永恒的潮流 我为什么要帮他 我们人都要做对的事情 孩子你还太小了 只是看到一部分 如果你做对的事情 你怎么样打算 都是漂亮的 我也喜欢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要求 所有的人都一样 甚至不应该 这种穿的好坏 去评判一个人的品质 和一个人的根本 这个是有错的 等你真正成为成年以后 你去自己去担一顿生活的时候 就会觉得你现在有些行为 之间很重要 是很可笑的 跟你这个同学道歉 我希望你是发自真心的 如果发生再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希望男孩子坚强起来 他们这些 根本不应该对你购物 任何的伤害 也不用问你这个陈子 因为这个没用会 我闻人都挺大 他们你们看得都清楚 如果才因为这个事 你们再继续欺负他 我放不过你们 你们俩看你们在那下吧 你才继续修我 要不然你伤害吧 被询完话 两位同学乖乖离开 不过班主任的工作 还没结束 关什么样的潮牌 就能体现自己 什么样的个人内容 不是啊 我们现在就很喜欢 你现在状态 真的 谢谢 发生内心的喜欢 然后我的服务客 你知道吧 对 他所有的衣服都一样 所有的衣服颜色 都是一样的 他为了节省时间 不再穿衣打扮 你在那儿做三个行长 穿的都是最便宜的 真正的价值体现 不是披在身上 潘比不能帮助扎克伯格 创立Facebook 同样也不会帮助你 获得更多 相反 他可能还隐藏着 服务叫做其它的 某些傅作用 他们现在是依托 副作为老庆弹 最后撞到前价 他们建立党 他们家一无所有的 身上就穿上百万东西 也体现不出它们的价值 你就穿 就着效服 已经显得你非常高贵了 一定会畜到更大的价值 加油 加油 喝什么锅 姐姐心里喝一杯 对 来一下 转过来呗 让你转过来呗 奶茶还没到 短发女士却关心到 另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点 个人家庭不一样 这个没有办法用同一个要准去评判 这个不能以这个买与不买 价钱的位置来判断自己对你的爱 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不完美的 但是人其实最好的意志 不是享受现在你满意的 而是去接受和改变你现在不满意的 明白了 不要去纠结这些点 什么年龄做什么的事 你现在就是学习 我们三个学现在就是 就是大考量 三位您好 三位姐姐都好厉害 然后特别自信地在这 然后教一个小孩 我们跟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对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小姑娘 抱歉抱歉抱歉 特型演员吗还是什么呢 没有我刚才台词都有 有说错了 没有发现你们这个漏洞 我们三个也向你们两位道歉 今天是碰到这个事情 我也真的触动挺大的 就没想到现在初高中生 就对这个潮流会追求的这么浮夸 真的是在一些学校里是有发生的 而且可能会比较普遍 自己也是当妈妈的 就看到这种情况 还是觉得 会有出道 对对对对 是是是 我们会很关注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心理 心理 我们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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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的主题 当然你如果仅仅以外表来评判人 肯定一是错的 第二个就是说 完全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肯定也是错的 虽然我们的力量有限了 但是我们想借我们的自己力量 能改变一些不良的这种社会风气 谢谢三位 就不打扰你们休息 谢谢 谢谢我 谢谢我们三个竹小龟 三个漂亮的 好象姐姐 我的眼睛太棒了 三位都是非常优秀的 金融行业的精英 开口的时候上来就是 声音是非常非常洪亮的 那位短发的女士 应该比较激动 她接下来语速很快 但是语速快的情况下 她真的问问题非常连贯 说明她真的是在思考这件事 她完全投入 不是让超音一分才是你们自己中的吗 知道你身上的品牌是美 哪个国家是谁创立的 她的审美标准是什么样的 她建设最新的设计师 走的是哪个理念 你理解吗 观察观察也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 就开始春风话雨 这个思想工作做的真好 说到今天的这个潮牌和潮流 二位老师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 什么是真正的潮流 追求潮流上的美也没有问题 但是咱们起码追求的深刻一点 知道我所追求的这个载体 它身上承载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相信每一个品牌 做品牌建设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的品牌 跟正能量的价值观体系联系上 我了解它里面的品牌文化 我就会受到正面的影响 实际上所谓潮 这个词在汉语当中的意思 它就是江面上最前沿的那道浪花 我最先锋 甚至也有可能它后面会我最贵 但是真正的不同 不是靠服饰来维持的 真正的不同是你内心的不同 是你内心的这种强大自由 真正的拥有你自己的个性和选择 这个时候才呈现出来了 与众不同的力量 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看到的一样 如果说对于潮流的追求 像一朵朵浪花一样 也希望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奔流向更广阔的大海 这样的追求是言自内心 而不是外在的攀比 你能够奔流向更广阔的那样